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视频哟 三眼神将在西行记里是天顶的统帅 一开始出场的时候外表还是非常帅气的呢 小编甚至以为他是个正派人物呢 没想到他却是一个十足的恶魔 当然他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 不然怎么被地势天看上 当初他奉命带领天兵天将攻打天羽山 天羽山的老龙王本来也是一个有着千年修为的老将 战斗力也非常的高 但是在三眼神将的进攻下 他却节节败退 甚至最后被三眼神将砍下头颅 不过三眼神将一开始并不想屠杀天羽山的 他也劝过天羽龙王 不过最后还是下了杀手 而当初孙悟空也是死在了他的手里 当初孙悟空抢夺 今后三眼神将也将奉命追杀 但是孙悟空好歹也是个斗战胜佛 三眼神将本来并不是他的对手 不过唐三藏却念紧箍咒 帮助众神对付孙悟空 最后孙悟空被三眼神将斩杀在了林须殿里 三眼神将本身实力那么强 但是却甘愿为第十天卖命 或许有什么原因吧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对今天的视频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再见